我开始念想大杯走的时候 那个窗帘上面那个铁环 是两侧整排这样 开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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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在电梯里 啊 就是我看你洗澡 有人我就翻过来 我一翻过来呢 他的脸在这里 在床边 而且那个脸没有五官 就有那个头发没有五官 那个老师是连夜 杀到机场 后第一班飞机就直接搭回台湾 哇 第一个租的房子 那房是一个56平的大房子 很大啊 而且三面有窗没有光 三面有窗没有光 楼高12楼 我住在3楼 然后我的外面就有很多的那个 直胚 树木 就刚好挡造我的房子 那个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 年纪很小 但她的生活习惯就不是很好 她常常是比方说上厕所抽烟 抽完烟她起来 她就直接烟屁股就丢马桶 会塞住 可是习惯不好 对 骄傲不会 然后呢 我有拜那个技工师傅 我三不五十都会去 一个月大概保持去一次 我有一次去我师傅那边 我师傅就说 你现在住得好吗 就我师傅从来不会问我这个 而且师傅 那个马桶开一掀开 靠 又有一个烟屁股在里面 有乱丢 我讲不听 烟屁股都乱丢 我想说等一下 拿个那个夹子 把它夹起来 就把烟屁股夹起来这样 然后我就看电视 我就忘了 看电视看看 想要尿尿 我就去上厕所 一到马桶边 烟屁股 蛤 我女朋友不在 你就想各种可能 好啦 那就尿完 尿完以后我就 进到我的工作室去做模型 工作室的烟灰缸 是一个玻璃的 透明的 那烟灰缸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一只 浸泡过水里面的烟头 就浸泡在水里面的烟头 他有尿味吗 很厉害 因为他刚刚尿在那边 他还没有上马桶 对 因为如果没有尿味 可能是水打翻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我想没有人无聊到 我问起来说 还真是我的 好可怕 然后我就疑问了一下 然后那天就没事 那天就没事 接着呢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 那个小女生 因为她不在 我在工作室里面玩模型呢 我的靠窗的这一边 桌子很大 靠窗的这边呢 就桌上也放几个公仔 有一个李小龙的公仔 卡通公仔 卡通造型 那个李小龙造型是这样 这样 就很可爱的这样 然后手脚四肢可以动 放到那个地方 我都不会动它 那个李小龙的两只手 变成这样 头响 整个是拿起来 他整个是拿起来 脚没动 没有可能 玩具总动员 对 我一个人 忽敌 忽敌 对 然后这个李小龙公仔 他的后面 放了一个 妥中康送我的一个 狙击手的一个模型 可以动 全身都可以动 那个狙击手是趴在地上 然后端一把枪这样 是这样子的那个姿势 所以他的头响 他全身都可以动 结果那个狙击手的公仔 他是趴在地上 上半身趴在地上 对 然后上半身的这个转过来 然后那个枪是对天上 对着天空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不是 没有可能吧 我就把两个公仔 都瞧回来弄好 而且有一天 我真的有点吓到 因为有一天呢 就是我在客厅的时候 看电视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工作室门 电影它有夜戏的地方 它会反映到 我后面的状况 像镜子 对 我除了看到以外 我看到这边一个长头发的东西 在这个上面 我还想说 我要一个迅雷不及掩耳 来看到这个东西 让你抓 让你抓不到这样 就猛回头你知道 我巴士 我真的看到一个 一个头发的尾巴 闪一下 阿塞 然后我看到那个尾巴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隔了几天 就刚好我师傅有办事的时候 我就问我师傅 我还没开口 师傅说 要搬了吗 要搬了吗 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说知道 他说你真的知道吗 我说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他说哎哟 你还真的知道 然后师傅就跟我讲 他说那要不要师傅把 师傅帮你把他赶走 我就想了一下 赶走 不要吧 人家先住那 我们是后住了 那怎么把他赶走 师傅说那你不要赶走 那你想怎么样 我说 我住起来 其实我自己觉得工作啊 赚钱都还不错啦 师傅说那你搬 我说好我搬 师傅就给了我一个日期 然后什么时候搬 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女朋友 两个人一起搬 最后一天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 所有东西都弄完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 去拉那个铁门 我那个女朋友 走啦 走啦 就一直拉走啦 走啦 看她怎么了 我说好了嘛 蛮好 走了啦 走了啦 然后我就好了好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门关起来 哇塞 我一转头就看到 那个小女朋友 我那小女朋友是欧巴队 可是我那天看到 怎么突然那么白 她说她看到 我说那有什么好怕 你看到今天那有什么好怕 她说不是 她说那个女的 给你挥手 嗨 我才把她 这个事情在整个结束 可是在那九个月期间 实话说 我那九个月很忙 工作量很大 但就是这么多的事情 是 因为她可能觉得 你会跟她晚上玩公仔 对 有可能 对啊 她会觉得你自己的很好 很好的住客 而且你每天都要给她供烟 对 她觉得很配 你也算好 因为你后来也没有赶人家走 其实对他们来讲也很好吃 我所有的鬼故事经验 就是自己亲身经验 最多就是在酒店 而且到哪里酒店都有 有一年 PATAYA 去出外景 一上去 到了二楼三楼的时候 我一看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LOBBY 前面停车那个位置 上面那个屋檐 是一个好屌的游泳池 好屌 好大游泳池 就好多人在游泳池边 躺着坐着喝酒什么 就一直上上上 好我等一下上去换衣服 我就要下来玩水 结果我一进到游泳池的时候 我有点吓到 就是我刚刚看到 都是人的游泳池 一个人都没有 不但 对不但一个 知道你要来都跑 阿宅 然后游泳池边什么堂椅什么 没有一个是正的 就没有一个是照泳池 规规矩矩排在那边 要不就歪的 是乱的嘛 背弃的 要不就歪的 还有倒的 那没关系 他没人 没人最好都不要吵我 我就 我就到游泳池 就瞧了一个 比较干净的区域 就穿个泳裤这样 T恤脱掉 躺在那边晒太阳 然后想想 怎么有点冷 我想说怎么有点冷 晒太阳还冷 对 而且 帕太阳那种地方 常年都是三十几度 怎么会来 很热 怎么可能 对 我有点冷 知道吗 有点冷 我就眼睛睁开 我就拿那个浴巾 就盖着身体 你盖上去觉得更冷 你不知道为什么 它还是冷 然后我呆一呆 差不多四点多五点 差不多我也该回去 准备要找东西吃 我一上电梯的时候 电梯门一打开 是有一个比我矮的男人 他是背对着我 那个人没有按楼层 他现在里面 我从二楼搭的 所以你suppose 再怎么样 你都要按楼层 对啊 我就没有理他 点击开来我就出去 出去在那个 要离开跟门打开 关起来的那个瞬间 我还稍微看了一眼 就什么都没看到 因为我在动作 所以我想可能是 因为他侧身在那个角落 我刚好走到这个门口 所以可能看不到 好 看不到了 然后回去以后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走到那里会念经 我带着佛经会念经这样 我就坐在床上 我真的眼睛闭起来 你就听到那种 有小石头在丢那个玻璃窗 很小声 可是12楼 对 12楼 12楼就丢 哪来的石头 最表在12楼 到了丢第四颗 我才想到那种 靠要我12楼 你怎么丢得上来 没有我现在在念经 是最亲近的时候 对不对 神佛都来 绝对没有这种事 就是石头一直丢 一直丢 我开始念到大悲咒的时候 那个窗帘上面那个铁环 是两侧整排这样 它不是一颗两颗这样 它是整排在那边 我都已经忍不住 我就忍不住在那边 偷瞄 而且偷瞄的时候 你是真的看到它整排 然后我真的是到后面 我真的没有办法念下去 因为那个后来大道就是 那个偷瞄的时候 已经像是你窗户没有关 那个窗帘是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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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鬼片的情节 跟海浪一样 啪 啪 啪 然后你就瞬间觉得 是不是我们念佛经 就是冒伴到他们 你就把佛经合上来 我真的躺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窗帘也都不动了 你就边看电视 他边还是想这个事情 因为刚刚有点惊吓 你就边想这个事情 你就想说 刚刚有人丢我石头 丢到窗台上小小的 我真的把那个窗打开 啪 拉开 哇塞 阳台上一堆小石头 真的有人丢啊 对 不知道哪里来 一堆小石头 投石车 对 而且它建筑物外面 就是马路 马路就是沙滩 哪来的石头 没有一个石头 好了 我就去洗澡 就洗完澡往外走 往外走的 就是一路走着 从浴室走出来 然后就是关那个窗帘 准备要睡觉 关完窗帘我转头一看 就是从浴室开始 它会有多的雾气 会跑到地上来 所以它会有一段距离 是你很容易沾到 你刚刚踩的脚印这样 我只看到一组脚印 可是那一组脚印是 就不是 你是往外走 我是往外走 我看到一组脚印是往里走 最让我害怕的地方是 它那个脚印比我小太多了 小朋友 小朋友 还是女生 因为那个脚印就明显的 比我小太多 大概也就这么大吧 就这么大脚印 然后我还在走进浴室 我想说 什么情况 好啊 算算免长 要外景管他的 然后我就上床 电视关了 我就睡觉 我躺下去的时候是平躺 然后平躺呢 躺一躺我就觉得不舒服 你就测躺 我一测过来 就看到一个男的 那个一个背影 就是床只有很矮嘛 床离地大概也就是60公分 30公分嘛 那个人仿佛就是下半身 是砍在地下 然后上半身在外面 一个男人的背 一个男人的背影 我很清楚 因为那个头发什么 就是我看你洗澡 第一个直觉反应是 没有任何害怕 只觉得这边有人 好 我就翻过来 我一翻过来呢 他的脸在这里 在床边 而且那个脸没有五官 就有那个头发没有五官 我瞬间就醒了 我瞬间就眼睛一睁开 我就醒了 眼睛一睁开才发现 我刚刚那些动作 都其实都没有发生 因为我从头到尾 都还在平躺中 我根本没有翻身这件事情 因为我翻了左边 看到他的背影嘛 对不对 然后我翻了右边 啪一下他的那个脸嘛 我就惊醒了嘛 就做梦 对 惊醒我眼睛一瞬间就睁开 所以我应该是側身嘛 没有 我是平躺的 我就真的害怕 因为你看到一个 这么近的脸 你知道吗 胆子再大你也怕 太真实 对 我看到一个这个脸 我就不敢睡了 起来把灯都关了 然后就穿了一条短裤 我就站在门口 门外面 没多久工作人员全部过来了 因为灵异节目嘛 有带两个灵异老师 我真的一看到他们出来 就仿佛看到观世衣服 没错 都要哭了 你知道吗 感动 观世衣服它显明啊 真的 我就很合 救星来了 救师 对 我就很优雅走过去 而且走过去 我也没对任何人讲话 我就直接冲那个两个老师 老师我可不可以给你换房间 最屌的是老师什么都没问 老师说好啊 就跟我换房间 他说你东西呢 老师你可以帮我收 你也会换 不是因为被这样弄一下 你真的会怕 真的很恶心 魏王也会有怕的事 对 结果两个老师就帮我 我就赶快进到那个房间 然后我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就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我比较早早 所有人都来了 就两个老师睡一间对不对 老师没来 两个老师换我那间对不对 有一个老师没来 为什么 有一个老师没来 那个老师是连夜 杀到机场 后补第一班飞机 就直接搭回台湾 天啊 其中一个老师 好 那就没多久 我身后有一个阿姨 推的那个 打扫的那个车子 还有篮子这样的 很多打扫工具这样的 然后就从我身后用的泰文外 我们制作人翻译 跟那个阿姨在沟通的时候 就沟通到就 就讲了我的那天碰到的事情 那个阿姨听完就 就讲了一句 然后那个翻译说 你们也看到 然后阿姨就从他的那个 打扫车下面 拿了一份报纸 那报纸也没多久 就是一个多月前的报纸 然后那个阿姨就说 是不是这个人 我一看 那个人 他一个人去住那间酒店 第三天他被人家发现 他趴着飘在那个游泳池上 然后他住的哪一间 他住的就是我那一间 Oh my God 然后农月派回到台湾 后来才知道 那个老师发生什么事呢 那老师不是跟我换房间吗 对 就那个老师自己 还拍照片给我看 那两个眼睛 肿得跟鲸鱼一样 被打吗 就跟泡泡鲸鱼一样 就被打 被鬼打 可是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跟我们讲的理由是 他是说 我是被鬼打 但是因为那边的那个龙王的女儿 想要叫我娶她 我不愿意 所以他就派兵打我这样 可是另外那个老师就笑一笑说 反正就是被打了 就这样 这个就是这么精彩 后面这个还要讲的 我真的天啊 我整个人都觉得 变得好虚的感觉 对啊 太子 最后使头 灵 appar 静大 静 Cab